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来参考一下 以往里长选举时候 这个目录做得最好的 当然是现任里长 这边有一个是 湖中里 士林湖中里的季永宏 那他以前选举的时候 他上一次选举 他做了一本本子 就是他的经历 他在这个四年历任的时候 有目共睹 看哦 第一页 水沟重整 都有图片也有结尾 也说水沟重整 还有针箭提防 护栏 防疫SARS 花旁口罩 成立选手 对 中秋节 摩柴晚会 还有设置 减速板 欢心灭火器 还有 装饰警示 那个标志路灯 感应器 感应灯等等 还有 那个旗楼整平工程 这些都是里长 会做的 但是没有每个里长都做的这么的仔细 替里长他做的很仔细 还有那个网上工的那个 霓虹灯啊 还有铺设薄油 然后还有水沟重整工程 然后 重复薄油 还有那个 征旗 服装工业 重建工程 另外呢 还有那个广播系统 还有 诊修 还有 博油 这都是他这多年来 还有配合那个 工发 回馈警惠 然后又送那个 香皂的西华礼盒 这都是跟政府申请 加装水沟盖 水沟 重建工程 然后 还有他有在那个 湖中工 湖中工也 增设了那个健身器材 这就是里长 要做的 并且他也成立了那个 港前社区 发展协会 组织一些 就是说 意见领袖 还有一些 文艺的 然后是老师的 大家一起来 共襄升级 为这个 这一个服装礼来 努力 建言跟发展 另外还有申请 自赖水污水工程 还有薄油 注意那薄油的那个 重建 水沟的重建 水沟重建 很珍奇那个 读书月亮室 你看他连那个 读书月亮室 他也有 请注意到 垃圾 回馈 送环保 餐具 还有电塔的 请有些 住户 他们皇子的 旁边有电塔 他也 有人为 建议他也做了 那他是我们 407 很优秀的 这个 里长 相信这一次 一定会 连任成功的 这就是他 上一届 他做的 整本的 里长 的那个 证据的 回顾 我们 跟他 加油 加油 希望他能 继续连任 我们下期待 就会 我们下期待